不是光给你这么一个证书 是后续的一系列的所有的这些运作 都是由我们国际组织参与 包括给您制作产品说明书 包括在全世界各地进行给你宣传广告 这些都是由我们国际组织来进行推广 由我们国际组织的公务员来进行推广 这样的话我们认可的产品在全世界会一炮打响 并且不需要在那个国家再进行我们什么商品检验 这些程序了 直接就是免检 所以我们这个验证认证之后 所有的产品能在我们这个交易平台上进行流通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在各个国家也都是必须要接受的 因为他们已经认可了我们做事业的这个方法 都纳入到我们的宪法里了嘛 那么只要按我们宪法里规定的去运作的话 那么世界上也都是必须认可了 那么刚才前面我们说到需要各个国家的这个外交部 还有这个法务部 咱们也叫司法部 然后呢各个领事馆进行盖章 我们所有的验证资料也得要由他们来这个认可的 那么所以我们叫这个 是这个叫我们进行验证认证的这一页 就是把我们所有的 经过验证认证之后的资料里 后面的最后一页都 把这些这个工章啊 你那个国家的这个外交部 法务部 包括我们的领事馆 都要进行盖章认可 只有这样呢 在今后 我们的项目也好 技术也好 产品也好 在他们国家流通的时候 才都是在绿灯 通行范围内 范围之内 那么我们这个IOW这些气货环境 这个世界 气货交易所 包括这里面是气货的吧 也有商品交易所在内 都是一样 我们对外方面呢 它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是以气货环境 关联的国际法 全范围担保 刚才咱们说过 2000多个国际法 150个海洋法 包括世界的国际贸易法 都给我们作背书 也就是说是我们 他们认可我们这个宪法 所以我们气货环境 世界气货交易所 包括商品交易所呢 都是按照这种方法 认可的产品商品 才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流通 所以说由国际法 给我们做担保 然后呢 以国际标准认证的方式 发掘全世界绿色技术 商品企业服务 让全世界人民呢 强制实践 履行以永久保护地球宇宙 当中的 有机体无机体 的公共利益的国际机构 是IOWC 也是我们国际组织的 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所以说 通过我们的国际公务员呢 在开发 全新的绿色技术 然后通过我们验证认证 向全世界推广 这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IOWC企业气候环境 世界气候交易所呢 是通过A到Z 这个A到Z 大家都知道是英文字母 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商品有名字 项目有名字 在这个英文字母啊 26个英文字母当中 打投的所有的产品啊 所有的领域 都能够用我们的 验证认证系统 来进行 这个这个 公证啊 那么这些类别有多少呢 大分类呢 大概有一万个 中分类十五万个 小分类一百五十万个 细分类一千五百万个 细小分类可以达到一亿五千万 也就是说 咱们目前世界上 拥有的商品技术 还有这个这个服务 包括企业呢 都包括在内 然后呢 受益我们国际绿色分类代码 将各类这个代码啊 每个代码 不是我们认证人这时候 有它的知识产权吗 我们都给它转换为 泰排放权 因为在我们交易所 只要完成一笔交易 我们呢 就会收取咱们知识产权费 知识产权费 在这个知识产权费 我们分出来 替你把碳排放税啊 给你交上 这样的话 你那个产品 就可以直接成为 具有碳排放权的商品 来运作什么呢 绿色基金 那么在这里面产生的 大量的金额 我们把它变为绿色基金 然后对于那些 绿色这个含量 非常高的这些技术产品呢 我们进行投资 进行把这个产品 扩大化 然后供给全世界的人民 全世界的这个 这个所有的人类 那么现在气候交易所 传统的这个气候交易所啊 它会存下大量什么呢 生产流通商品项目的局限性 大家知道 进入到这个气候交易所啊 它是有条件的 必须也是大企业 而且呢 销售额它也有限制的这个规定 你销售额达不到那个规模啊 根本就上不了那个平台 再一个在各往各个国际组织 各个国家去运送的时候 也会出现很多走私的问题 走私的问题 那么我们IOWGCA世界气候交易所 它会为公共利益 根据我们国际组织的 这个IOWGCA的公务结构 全方位的预言管理 就是所有每一个环节啊 都是由我们国际组织 来进行预言管理 你